大家好 欢迎来我的频道 我是魔术师大探世界 今天继续回深圳吃东西 第一样是吃什么呢 下午过来先喝茶 国贸站附近金光华港厂 我们用一间叫柱香楼 距离大概200米左右 就是很快到 斜对面而已 没错 再走过去就已经是老街了 那我们为什么会选呢 因为它在美团上有4.7分 也见没有什么人介绍过 那我们今天就来试一试 看看食物好不好吃 因为看上去的餐好像很划算 那我们的餐如果第一次光顺 四人餐只是188元而已 然后有很多东西吃 那我们一起看看是什么好吃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茶可以选择 韩国 菠花 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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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茶是普利是吗 不是不是 普利还是普利 哦 红茶是观音 好好好 那我们今天叫了菠花加罗汉果 那我们一壶就是混合的 一壶就像菠花 可以混合的 是的 因为其实两种混合的 口感也挺好 还有很棒的 最棒的就是它帮我们泡 整个过程看着它在帮你洗茶叶 然后帮你泡茶 很疗疗的感觉 很棒的 很棒的 要不你喜欢自己做 不然它帮你做 感觉也挺开心的 我这个是菠花 纯菠花 清清的 我这个呢 其实冬天喝菠花挺好 清热和润 我这个是罗汉果构 深色一点的 有菠花的味道 加一点 有趣的 有点浪汉果茶的味道 很滋润 有脆的 这个装饰也挺漂亮的 打卡一流 很中式的感觉 有点蓝蓝绿绿 有点红色灯笼 其实有很多他位 坐得挺舒服 还有露台位 如果要抽烟的朋友 就在露台那边坐 我们刚刚没有点了一个餐 转眼间整台都是东西 这碟子是比较大 对 已经离开了 他真的一次过离开了 现在我先试一下这个腸粉 先试一下 这个是红米腸 我妈妈摆了头 她说很棒 红色皮的 是 给大家看看 他以为是一株大腸来的 但原来不是 首先里面有些虾 很大牙的 它最带是皮很薄 烘烘的 它的质地不像平时的腸粉 是烘烘的 但是虾很大 里面有些脆脆 嗯 好吃 脆脆好像有少少食品 这个 这个很好吃 因为通常这些腸最不好的东西 就是皮肚皮会超厚 但是它是一点都没有的 木刷也挺好 OK 它是面的 我试一下面 脆脆比较干身一点 就是OK的味道 就不像一般的 石油浪炒面那么油 那不如吃完萝卜 吃完萝卜 口感 不是很像平时的磨砂用 它有一半一半的 味道就很清香 淡一点的味道 没有很特别 但是很清的 淡一点 OK 可以的 因为现在人们都喜欢吃清淡一点的味道 不是那么浓的 不如试鳌爪呢 试一下鳌爪 教我鳌爪就试一下 在你那边 很香的鳌爪 它放在我最软的位置 我都可以 聞得到 刚才试了鳌爪 很香 它的皮和汁 肉都很弹牙齿 我无法给你们留言 因为我很久没有吃鳌爪 如果不吃鳌爪 我都会吃鳌爪 非常好吃 鸡很大夹 鸡的爪才很大夹 那些是酒鸡的爪 这个肉很确实 最好是打卡送了蛋炭 很棒 试一下 试一下 总有五个 为什么有这么多呢 因为本身餐有三个 然后呢 再收藏 加打卡 大众典给我们 再送两个给我们 一共有五个这么多 看上去很英俊 很脆的蝦它皮 这个很好吃 很确实 然后试一下 超大粒的 笑脉 大粒过眼 因为不是角度问 是真的很大粒 temple 虾很大 它看起来好像好吃 这个虾很酱 它的蝦很新鮮的感覺 是豬肉新鮮 如果是冰鮮的怎麼辦 吃的很新鮮 我不怕是冰鮮 我沒有進去廚房看 連豆瓣醬都沒有點 原味 原味很好吃 不如試一下麵包 麵包我試一下 這是什麼麵包 這個麵包是這樣的 這是什麼麵包 剁開麵包 剁開麵包 剁給大家看 這個是流心奶黃包 真的是流 哇 哇 這個鹹蛋黃 這個很新鮮 很漂亮 嘗嘗 嘗嘗 超流心的 不敢滴在衣服上 哇 好像大閘蟹那些糕 對 鮮黃色 很棒 先試一下 OK 它是真的鹹蛋黃味 不是奶黃味 它是鹹蛋黃味 哇 流光了 小心點是會流出來的 這個很滿意 皮薄很漂亮 不錯 不錯 嗯 接著我試這個鹹水果 哇 嗯 皮薄很脆 皮蛋瘦粥 皮蛋瘦粥 這個是什麼 是皮蛋瘦粥 這不是鹹蛋 鹹蛋 鹹蛋皮蛋瘦粥 這些粥很綿 而且不是很鹹 很適合口味 它的鹹也挺多 鹹水果 很大隻 嗯 這個很棒 很棒 這間我打算沒有那麼多人來 隨便來試 喜歡喝茶的朋友 我覺得不錯 不錯 挺有意外驚喜 是 其他試完 粥就試了 但你就用大概200元 四個人的價錢去衡量 我覺得是合理 很大 五十多元 還有 最後試試 應該也很好吃 菜心 這個菜心很鮮 嗯 真的挺新鮮 但平均人頭是五十元 五十元 是包著茶街 是啊 很大 香港港幣五十元 一百八十八元 四個 不過呢 要告訴大家 這個一百八只是第一次才有 第二次就 剛才按 它再按二三百 那你會怎樣做呢 是啊 那我們有幾個朋友 一人第一次就差不多了 每人的第一次 總括來說 這間茶我非常之滿意 平均都是五六十元港幣 吃到這麼多東西 就非常之超值了 四個人就足夠份量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我這個明明是四人餐 但有些菜式上來 是只有三粒或者五粒 那件事好玩 要不就要爭 要不就要猜 不過我又跟經理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 他上菜 他差不多一次過上了所有東西 那變了有些菜就會冷了 那希望下次可以分段上了 嘩 轉彈 我們又來吃東西了 又吃一餐 這次吃晚餐奶了 那今天我們吃些什麼呢 本來呢 就是想吃我們之前推介的 很棒的一間 肥牛火鍋 有海鮮 但是因為呢 太長濃 所以我們現在去另外一間 都是吃火鍋的 應該很多人都吃過 你看到綠色的 想不到是什麼 這間又叫四桂林 專吃椰子雞的 主張就是不加一滴水 四桂椰子一鍋都吃 很多人都吃過 假如你吃過的話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吃的感覺 沒吃過呢 那就可以繼續看下去了 是啊 是不是要繼續看下去 在美團買了一個四人套餐 那就是369元而已 那我見到他呢 如果來這裡的餐牌叫 就399元 那就是3元 那我見到他也有會員 但因為我們之前沒吃過 所以就不打算入會了 吃了才算了 因為還有很多東西想吃 待會我們會有什麼吃 有雞 有牛 文昌雞 有煲仔飯 有煲仔飯 應該我見人推介說很棒 我也想試一下 有一個很可愛的漏豆 是5分鐘計時 就是這個漏豆 這個都幾個人 很有趣 除了有我們平時的辣椒之外 它有青檸 還有這個呢 是什麼來的呢 什麼 沙薑味 少許 沙薑味 有辣椒 還有呢 它一來一杯 這是什麼茶 借菇茶 給大家看看 這樣就有兩粒 借菇茶 挺有油膜的 借菇是用來給你開胃的用 可能我會吃多一點 好 那我們等它的鍋上 現在加雞了 整隻雞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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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快樂 在5分鐘時間過去 雞已經馬上熟了 嘩 多快脆 還有我們叫它一個椰青 嘩 好鮮甜 這個就是椰青 熟了 對 剛剛好5分鐘時間 已經幫我們計好 剛剛先生釋員說 它那個沙薑可以去腥和提鮮的用途 嗯 嗯 很棒 一點肥油都沒有 除了肥皮外 是有運動的雞 是嗎 很鮮甜 那椰椒的味 很有咬口 很實淨 它的肉 文昌雞來的 嘩 它真的吃得出有些椰青味 沒有什麼味精 是很清淨 對 嘩 好滑 好滑 5分鐘剛剛好 走地雞 只是走地雞 難怪這間之前很多人 不過因為這次我們去這間分店 相對是隔摺一點點 所以就不需要等位 因為剛才我們之前下午去過金光華 是有人在等它開門 5點鐘 已經在門口等了 同一個品牌 都是吃過東西 我想很多香港朋友都很喜歡吃 你們覺得好吃嗎 好吃的就告訴我 可以留言告訴我 有哪裏更好吃的 你都留言告訴我 讓我試試 嘩 現在就試湯了 湯很棒 很香的椰子味 真的很甜 超甜 我們平時在家裡 都會做椰子雞 但是它真的完全沒有加水 你自己不會四個椰青去做 不會整個椰子剁下去 對 超甜的湯 超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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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油超香 這個沒有什麼驚喜的感覺 但是呢 料很實 很紮實 它全部用料都很好 好 謝謝 哇 超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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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嘗嘗 很香 嗯 鴨腸好吃 它不會太鹹 超甜的 超甜的 飯是有些 醬油的顏色 但是它不是鹹的 我剛剛香港人吃的 有芋頭的 有一點蠟肉 芋頭入口即肉 很棒 這麼冷才吃 一流 有很多鴨腸 吃多碗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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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我最喜歡吃這個湯 湯 很硬 很硬實的味道 嗯 我最開心的是吃福摩 吃福摩 美女幫我們 烤牛肉 哇 它很薄的 所以其實很快就吃 就是這個火山肥油 有女經理幫我們在這裡錄 在這裡等吃就可以了 我已經吃完了 好棒 還有加起來呢 一人兩片左右 哇 好滑 不是平時吃的 潮山肥油 但是有些椰青 很好吃 是 薄薄的 挺好玩 很酸甜 嗯 其實不是超美的肥油 但是都OK 我覺得它的醬油 它的配搭果然是很好吃 好 再來試一下我們家的龐 幾次 39元 39元 60秒就可以了 沒有發熟 這個挺爽的 爽爽的 沒有特別的味道 但是蘸醬油多好 這個可以不用叫 這個可以不試 但是很便宜 試不到它的鮮味 但是39元而已 好像魚煎 不知道是不是煮過它 沒有什麼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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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一些桂花糖 這麼有味道 是啊 這個可以不用叫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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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粒粒是什麼 四個椰子一窩湯 忽然是鮮甜 四個椰子的味道 家裡也沒那麼足療 家裡也會混合吃 終於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都喜歡吃 因為我們太多東西選擇了 所以想著好像沒什麼東西 沒什麼特別的來 因為剛好旁邊等不到位才來 但其實真的很驚訝 不過吃牛就不在這裡 對 湯越喝越棒 吃牛肉你要去其他店鋪 如果大家想清清的或者滋潤的 我覺得這裡還不錯 對 清清常常 但是如果很冷的話 那椰子雞湯就是一流 就是沒有什麼驚人的感覺 但是湯是一流 是喝越覺得很棒 有時候那個糯米飯 是啊 就是一流 其實我平時不太喜歡吃糯米飯 但是這個真的可以 是越吃越入味 你想追越吃 還有一點飯椒 哇 好正 脆脆脆 還有我記得它是豉油的 豉油的香味挺特別 我還沒試過這樣的配搭 就是沙薑 再加青檸 再加辣椒 我們叫那個海鮮就可以不買了 對 對 對 吃個餐已經很夠飽了 牛肉都算不錯的 它是一個火山肥牛 簡單單 大家可以給一下預見 因為其實如果說三百多元 就是平均一百元一個人而已 港幣 那現在可以吃個打火鍋 火鍋 還要是這麼棒的 所以它這麼多年 我看到它依然額不到這間餐 還有很多分店 因為如果你上來 想不到什麼吃 你看到這間餐 你也可以衝進去 是不會怎樣輸的 那我們去吧 今天吃完這餐 就會回到香港了 大家如果有什麼推介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吧 記得訂閱讚好 跟人分享給 懂飲食食的朋友 那我下次不想再見 拜拜